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入CPR到议院男子人伤重不治 他来自中国是中原海能董事总经理贾力宾 今天凌晨两点 贾力宾从王朝酒店15楼一要而下 房间里留下的遗书长达酒业 除了向父母致歉和七小交代后事 贾利斌还对亲友同事留下不少话 他说自从2011年由于症确诊 便没有了快乐生活费感痛苦 三天前以专业人事名医申请来台 原本预计待11天 总之会突然情绪不稳 选择在下他酒店15楼开窗坠落轻生 目前警方已经透过海基会向家属联系 尽快来台处理贾利斌后事 土包中心台北报道